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脚拉高 没有到头顶 大概有六十多度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星座 像个勺子 叫做北斗七星 找得到吗 这个北斗七星是七颗星连接形成的 它像个勺子 这个找到了以后 我们就要看 这个北斗七星除了造型很特别之外 它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常常是借着它去找北斗七星的 北斗七星在什么地方呢 一定在正北方 拉高阳角等于当地的纬度 这是使得北半球就会看到这样 在我们台湾 我们的纬度是二十几度 所以从正北方 拉高阳角二十几度就可以看到北斗七星了 用星座盘来看北斗七星 那更好找了 因为它就是钉图丁的地方 有人误以为 哇 北斗七星就是最大的雷克 你看 它多大 比别的都大了很多 事实上不是 因为不钉这个图丁 它会掉下来嘛 所以一定要钉一个钉子 钉一组 那这个地方钉着一个北斗七星 真正到天空去看的时候 北斗七星却是小小的 二斗七星而已 看不清楚 孤零零的一颗在那个地方 以谁很难换看到底它是不是北斗七星 所以我们找到了造型很清楚 很漂亮的北斗七星之后 那么用它的星星去数 从勺子口开始 第一颗 第二颗 第三颗 第四颗 第五颗 第六颗 第七颗 它总共七颗嘛 那么勺子口开始的一二两颗星星连起来 往北方延伸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就到了 延伸五倍 就到了北斗七星 这是我们会教给小朋友的一个找北斗七星的方法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春天主要还要看到的星星 就是这一个北斗七星的勺子饼了 北斗七星的勺子饼 刚才用掉两颗 是勺子口的两颗 剩下来不是有五颗吗 这五颗连起来就像跟勺子的霸子这样伸出去 你仔细看 它是弯的 这个弯弯的这个勺子饼呢 连着这个弯度 往外延伸 就可以勺到一颗两颗 叫做大脚 找到了吗 从来一次 北斗七星的勺子口 去直北七星 勺子饼往外延伸 这个弯曲度 往外延伸到大脚 继续照这个弯曲度 再往外延伸 就可以找到另外一颗亮性 叫做角秀音 在星座盘上就很清楚地可以看得到这样 这个我们叫做春季抛物线 它像个弯曲的抛物线啊 你看 这个勺子的饼拉出去到大脚 再到脚秀音 春季抛物线 那么 这个星座盘全天星象的这个位置呢 这边是北边 这边是东边 这边是南边 这边是西边 再回到北边 而这是星空 所以这四周写着地平线 地平线 这周是地平线 这是地平线 四周的地平线在这里 所以天顶的位置大概就是中间 就头顶的位置在中间 它是把天上的星空化成一个平面 那么 这个北在这边 东在这边 西在这边 南在这里 像这样 我们已经把头顶的北方 头顶不远的北方 讲到北斗七星 离头顶不远的东方也讲到大脚性 离头顶不远的东偏南的 脚秀仪也讲过了 我们再看看 西边还没有讲吗 好 从西边地平线拉高阳脚上去 大概六十度左右 就可以看得到 这里有个狮子座的头 到脖子 到心脏 这是狮子座 尾巴在这里 那么这个狮子座的头 到脖子 到心脏 有一个像镰刀形的造型 像镰刀 或者有人说 它像一个问句 倒过来 反过来 打个问号 反过来 那这个狮子座 我们讲过了之后 再看一下 狮子座的尾巴 叫做五地座椅 它的名字 五地座椅 有的星座盘上没有标示 不过 它也算是一颗二等星 跟大脚一等星 脚秀仪一等星 连接起来 就是村积大三角 这样我们就把 春天主要的星座 都已经介绍过了 春天主要的星座 就这样去把它了解一下 认识一下 北斗七星 大脚 脚秀仪 狮子座 还有春季大三角 春季高五线 那么像这样 其实我们半夜的时候 来看春天的主要星空 它的东边 有一些星座 这些星座 靠东方的地平线这边 这些星座在这里 这些星座 当然我们会陆续讲 等我们介绍过了之后 就会很清楚认得到 不过我可以先问问你们的 看春天的主要星空的时候 冬天会有哪个季节的星空 还记得吗 半夜看的是自己这个季节的主要星空 可是那个时候的冬天 会看到哪个季节的星空 夏天 夏天的 这个时候这里已经有夏天的了 这里看见智女星 找到了吗 找得到吗 那些是夏天的主要星空 智女星也很亮 那另外还有天蝎座的星球二 也是很亮 也是夏天的星座 我们等下会介绍 那么 在西边会有哪个季节的主要星空 春天呢 冬天 冬天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冬天的 天狼星 大全座的天狼星 小全座的北河三 以及狮子 狮子坐在这里不是 这是我们自己的 然后有这个冬天的双子星座 双子星座有北河二 北河三 双子星座 我们还有五居二 等等 这是冬天的 这个区域是冬天的 那我们在讲春天的 什么冬天的也看得到一点呢 夏天的也看得到一点呢 而且夏天的是在冬天 冬天的是在西边 这是我们刚才实际操作的时候 都已经知道的 好 那这样我们就把春天的主要星空介绍了 是哪些内容 要慢慢去认得它 去记得它 明镜与点点栏目